幸福好时光你今天心情好吗 今天呢我们来谈一下 到底人呢一个人应该何去何从 要问谁呢 这是来自于傅拉凯投资银行董事长 刘芳荣在商业周刊写的文章 他说呢我常常觉得我这行跟算命先生没两样 只不过人家拿的是八字 算的是人生 我拿的则是毛利率营业额等数字 算的是公司未来 我说真的那个毛利率还有营业额啊 还有各式各样的会计数字 我在40岁之前是真的一点都不懂 所资非常浅 然后侥幸呢就考上了EMBA 其实在里面也没有学得很好 要靠的还是自己 因为你要懂得怎么一回事 要照那个课本来学你会学得很慢 而且没有办法跟实际的生活挂钩 但是呢如果你有一次被黑啊 你就会开始发愤图强 比如说别人公司里面的人呢 给你的财报是假的 你就突然觉得说我非学不可 但是学这些东西其实还是跟算命很像 一切都要看数字 一个国家有没有前途看数字 对数字不敏感的人呢 那如果他从事政治 多半只是权力欲寻心 真的没有要为你做任何的好事 比如你看到哪一个跟国际名声有关的数字下来了 或者是观光来的人呢 越来越少了 然后你就找一堆理由来安慰自己 但却没有想说 这个数字如果变好的话 是不是可以让某些行业 就突然就恢复他以前的荣景 好我来直接念刘芳荣的文章吧 他说有一位台商的老板找我讨论 他到底是从大陆搬到越南 还是泰国 还是马来西亚呢 那么这时候呢 在学会计 学金融的就开始呢 就翻老板的财报 想要从他公司的八字 这大概就是那三个表 找到未来的蛛丝马迹 由于老板的产品 他百分之百 是出口日本工厂设在大陆 那么在日本的市占率很高 订单相对稳定 那同时呢 因为大陆不景气 工作不好找 劳动力相对充足 加上通货紧缩 造成物价 还有很多的成本就下滑了 那让老板的毛利率不降反升啊 也连带让利润增加不少 所以这老板现在想干嘛呢 就是赚钱了 觉得我是不是也要跟着大家 把厂移出去啊 我问老板 为什么想要把厂移到别的地方 他就背了一大堆报纸上的标题 说什么中美冲突 地缘政治 大陆经济不好 内需不振 看起来 哎呀百业很萧条啊 我就告诉老板说 日本并没有跟大陆打贸易战 你想到的都是 大家告诉你的都是整体的八卦消息 你要看看你自己 你是百分之百出口日本 日本也没有对你的产品增加关税 那就是呃卖出去的 可能如果你是收日元的话 那他就算起来比较少 但看起来如果他没有影响啊 他可能人家一刚开始收的也是美元之类的 那至于大陆的内需不正是事实 可是问题是受影响的是赚人民币的人啊 就卖的东西就比较少了嘛 是内销型的台商 那你根本就是在那里做外销 而且大陆经济不好让你的成本降低不缺工 应该高兴才对啊 其实刚刚那个通货紧缩是一个数字问题啊 因为我最近啊在经济学科上 每天都在算那个大陆的紧缩不紧缩 其实啊就是当大家通膨的时候 你的通膨没有跟别人一样的厉害 那就叫做你相对上是比较紧缩 但是你如果全部就滥用通货紧缩 这四个字基本上在经济学上是不对的 好那么事实上呢 刘芳荣说一种米养百样人 你要知道你是哪样米养的人呢 就算是大陆也养出了上百种不同的情况 不同的商业模式 有些台商还真的应该走 比如说他是做大陆内需型的 那么啊或者是他的产业 还真的找不到工人 或者是他的材料啊 涨得很凶的 但是啊这位老板 我实在不知道外面的风风雨雨 关他什么事 其实这句话说得很好 有时候我在想 有一个人他一直在忧虑什么 我心里想的是说 你又不能改变什么 你为什么要忧虑呢 其实包括小孩的前途也是一样的 请问你的忧虑到底能够改变 他的风风雨雨吗 或者是能够他就听你的吗 如果you can do nothing 就是或者你做了任何事都没有用 我真的劝你很多时候是静观其变 不要跟着大家乱下判断 他说事实上就像 就算是出口产品到美国的台商了 在面对美国客户 因为他们有一些政府的要求 叫你设立大陆以外的新厂 其实都是以最少的钱 最少的人设一间最小的组装厂 先交代应付了事 也就是大家就做给政府看了 那么那些跨国企业的台商 大部分的很少连根拔起 整个厂撤离 原因很简单 怎么简单呢 你还是要看数字啊 要建立一个完整的供应链 没有二三十年怎么建得起来 那偏偏你现在所在地 中国还是一个世界供应链 很完整的地方 这大概没有人能够否认 供应链就是每一个产业 不只需要你一家厂商 老板们都知道 看不见的成本是最可怕的 而工厂所在地的供应链 是否完整 就是那个很可怕的 看不到的成本 那要不要搬离大陆 没有什么主观定见 因为每家公司的状况 那看你今年的财报 到底你的八字是怎样 但是人千万不要落入 人云亦云的陷阱 因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不管是公司或者是人 八字都不相同 不要因为别人的决定 就觉得我也应该这样做 如果连伟大的iPhone 夸下海口要有25%的手机 在印度生产 可是它事实上还是维持 非常高比例的 Made in China 连苹果的这样大企业 因为它是美国企业 它也要受美国政府的管辖 它其实想得老早说 对政府也是应付应付 对自己就是一定要生存 连这样的大厂商 都在想尽办法平衡商业利益 还有国内的政治压力 那么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台商 那你到底要不要搬 那是不是要看看自己的八字 所以这个八字很可能就是 你到底材料成本增加了没 你在当地有没有遇到困境 还有你到底出口到哪一个国家 这不是大家说搬就搬的 当然我也认识有一些公司 就是他们早年是被搬的 我认识一个朋友 他们家族在大陆做电池 发了很大的财 尤其是这几年来 状况非常非常的好 那么问说 怎么 我问他爸爸说 你早年怎么有这么聪明的决意呢 他说我也是不得已的 大家都搬到那去 那我就搬到那去 有时候瞎着做决定 你也是会碰上一些好事 因为成本更低廉 可是 那个瞎着做决定 其实也是一个 虽然他没有很理性判断 但其实是不得已 因为他不搬过去 他的成本就会变高 所以你有你的八字 你有你的判断 对不起 对啊会 我懂你的意思 你听到我在跟谁聊天吗 周单位你好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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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开心 今天来踩你的节目 都没有看到那个I'm life已经开始了 真的假的 我刚才应该只说到灵力大伤 没有说跟谁吧 没有没有 你有没有觉得 就是你过了一个年纪之后 其实你做自己的事情 心里会有一些flow 就是内心的浮流产生 会会会 但是如果那件事是 你没有真心想做 或者是 就是为了某些关系 某些关系 你不能走 那你就真的有灵力大伤的感觉 对 是不是我仙侠剧看太多 没有没有没有 真的会 然后觉得特别特别的累 对不对 就像你说的灵力大伤 就是我不知道哪个东西 本来练得好好的 就突然好灵力分给别人 就被抽掉了一样 那那时候我就要回到家里去 把自己又像一个蛋一样 有没有 再把它续起来 对 再续起来 续电 回家充电 我看你那么喜欢艺术 我觉得你也是 你也是这样子的一种人 你要过你的生活 那个事情让你觉得 只要我开心 我也没有什么好辛苦的吧 对 就是 就觉得说 做一件自己很开心 其实我觉得任何人都是这样子 做一件自己开心的事情 你会不觉得累 但那个累是在不知不觉 当你松懈下来 你才会觉得 哇 真的全身酸痛 手也痛 腰也痛 什么都痛 可是在做的那个当时 那个当下 你一点都不觉得 嗯 就很开心 是是 像我昨天 当我觉得我灵力大伤之后 我昨天就回去写我的博士论文报告 其实那个是很硬的报告 对 跟那个研究方法 还有那个统计学有关系 我的天啊 但是我竟然从中午大概十一点吧 一直写到半夜十点多 你知道 其实真的也还是有灵力伤到 可是我知道那个论文写的 写论文的那个痛苦跟那个灵感 对 但我连那个我都觉得说 虽然累 但是就是 那个某一种气会回来 因为我又专注做了某些事 而且能够搞十个钟头 一定是自己突然就在里面 乐在其中的 没错没错没错 你写了多久了已经 我最近都在写这几年 因为跟你一样在念书 我去年已经那个毕业了 所以我很高兴 我自己终于三年的时间 终于啊过去了 谈一谈那个 你这些年在做什么吧 主要是我们要慢慢的来介绍 2024年周单位的琉璃展 而且他的琉璃 就是跟我一般看到的不是很像 不是专业人士不好说 哪里哪里 为什么会走上琉璃的这条路 这个应该要从十年前讲吧 十年前 因为我自己很爱花嘛 一直都很爱花 然后我也开花店 开了12年 之后有一次 我就去看一个老师的展 一个日本老师 叫安静显态的 他的琉璃展 我看到以后就觉得 哇 怎么可能拿把这么多的颜色 然后聚合在一起 然后可以烧出来 自己想要的形状 跟他的花器 我就很好奇 然后就私下就去请教 就说安静显态可不可以收学生 哪里知道安静老师说 我不收你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是一个演艺人员 演艺人员的我们都知道 你们的生活不是很规律的 然后你们接戏的时候就要接戏了 他说你在我这边上了课 完了之后你又去拍戏 拍个几个月 回来以后前面又忘记了 他说我教你等于白教 我就跟他讲说 我说老师 我说我真的很爱这个 这个琉璃是怎么样的做出来的 我说请你让我做你的学生 我说OK 我说我答应你 我一年之内我不接戏 我不拍戏 我就专注在你这边 做学生 就是三番两次跟他讲了以后 终于他就收我了 就是一坐下去 所以你去日本学 没有安静显态老师是日本跟台湾 两边跑 所以他大部分在台湾的时间 他就会在这边授课 那我们就会去上课 然后跟着他一起 刚刚开始的时候 你知道吗 淡如 我们就是那个小学徒 你知道吗 我们在旁边只能 只能够跟着 只能够跟着老师在旁边看 然后打扫 清洁 好日本式 就跟人家那个洗盘子 要先洗个一年 切才切两年 对 没错 没错 然后吹赶 这些东西 我们通通不能碰的 不能碰的 那个吹赶 我看我就 老实说大部分人就会被吓到 那个吹赶像在演武侠片一样 有没有 对 太长了 太长了 没错 没错 又重 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 就开始以后 一直跟老师 一直学学 一直到2017年 2017年我母亲过世了 过世了之后呢 我就有一个机会 我就到了意大利的 Murano的一个学校 那到那个学校以后 我就发现 威尼斯那边 对 我就发现 怎么跟我学的又不太一样 因为日本老师你知道 他比较局限 然后就说 他们比较 本身来讲 他们的性格等等 就是比较拘束的 那意大利人的 他们的就是比较开放的 所以他事实上来讲 他是比较合乎我自己的个性的 就说你把很多的技法加在一起 他也觉得 没有那么违和 就OK 就好像做陶宜一样 不一定要做什么天幕碗 对不对 不一定 一定要做瓶子 对 没错 没错 就比较天马行空一点 那我就觉得 很棒 所以从2017年开始 我就每一年就去意大利上课 可是花了很多层 一定的 然后一直到疫情吧 疫情开始就不能去了 不能去了 然后一直到去年 去年疫情开放了 我又去了 一年就去 一年里面又去了两次 把前面两年没有上的课 再把它补回来 你在那里过什么样的生活 姆拉罗很美啊 不过你应该也 如果要进去学 应该也看不到什么 工厂就是工厂 我每天早上大概天不亮吧 天不亮就开始要搭船 搭船 那大家都知道 威尼斯的交通工具就是船嘛 那我也不能去坐那种私人船 因为很贵 所以要坐公交船 显然你并没有住在那个小岛上 我没有 我后来才住 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远 对对对 要坐公交船 每一站都要停 要差不多四十多分钟 下了船之后 还要再走到学校 再走到工厂 所以差不多 我到那边也差不多要 快要九点钟了 九点钟就开始做 一直做 做到中午 然后有一个休息的时间 让我们喝杯咖啡 吃个三明治 完了到了下午又开始 所以我坐完的时候 外面已经天黑了 就像你说的 我真的看不到什么景色 就回来又坐船回来 有看到那个两岸的投影 美丽的威尼斯 但博拉罗到底是什么 其实也还好 也还好 也还好 所以你说到那边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我想就是那种 其实有一点自己被流放的感觉 因为到了晚上 就是自己一个人 尤其是到了晚上 早上还好啦 早上就是大家都是 成型的时候啊 有点热闹 那种感觉 虽然孤单 有没有还有一种暗自高兴 你怎么知道 我很理解 其实我很喜欢一个人出去 做某件事情 我并不需要别人陪 孤单中很开心 就像2017年我母亲过世以后 理行李导演 李导演是我的恩师 李导演就跟我讲了说 他说阿丹啊 他说你现在你所有你的人生上面 你通通都你该经历的 该做的你通通做完了 现在你已经做完你最后的一件事情 你现在要开开心心的去活出你自己 就是李导演跟我讲的 所以才去那个穆拉诺 对 对对对没错 你说学费很贵到底有多贵 哦真的很贵 然后反正尤其是去年去 很可怕的物价上涨 然后住的也贵 然后吃的也贵 学费也贵 比如来讲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 说以前我们可能上一个钟头是100欧 后来现在变500欧 什么 这也太贵了 真的 我告诉你都是五倍五倍 因为你知道吗 尤其是他们的欧洲的电力 是有被配给的 早上9点钟到12点钟是A工厂 然后A工厂下午就休息了 他们就不供电 然后下午就是B工厂 从下午差不多2点钟开始供电 一直到晚上差不多5点钟 所以他们的电力是非常非常的局限的 你知道吗 所以在那边你就要付很高的费用 你不要讲以前吃个三明治是10块钱 现在就50块 我跟你讲 很可怕的 我上次去意大利的时候 大概就是 你知道以台湾人的一般的消费 已经觉得它贵了 可是现在的物价膨胀是更恐怖的 真的很恐怖 我去年的过年 我还在巴黎 我那时候已经知道它已经比 就是疫情前贵很多 照你这个说法其实是贵更多 真的贵更多 然后因为他们 因为我的老师 我后来跟他们的家里面的人都蛮熟的 然后就听他们讲说 他们真的可以害怕到说 那个电力 因为他们的电力也高涨 所以他们去外面砍柴 砍柴火回来 然后放到自己的家里面 然后用壁炉来做 来取暖 像我所有的朋友 其实他们家里还算都可以 但是那个暖气要开的时间 不会开整夜的 就只能开个两小时 然后关起来 对 没错 所以说也没办法想说 这么贵了 还是得去 因为在那边自己真的还可以 还可以学到一些不同的技法 还有一些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观念 在那边的观念可以学到很多 而且我相信跟意大利人学比较快乐 就算搞个歪狗起床 就说哎呀很有创意啊 就很有成就感 所以你跟日本人应该不是这样 他们会觉得这里不够原来 不够方 尺寸不对 对对对对 我到现在跟我的日本老师讲话 我还是很非常非常的严肃 然后非常非常不能够开放 很局限在那个地方 到现在为止还是 应该十年了 我还是这样子 像你现在做的 也都算是大型的作品嘛 对对一般来讲 那以你的就好 你的身材 我知道做玻璃或者是琉璃的 基本上还是要比较恐无有力 因为你那根 就是跟打仗用的方天化级 差不多了 对不对 一承重可能十几公斤 对对对 所以我的大型的琉璃 大概都是要 都是要十公斤以上 差不多三十公斤左右 然后所以我后来 然后大家其实大家已经知道 就是说其实我们做到中型的作品的时候 就已经需要团队了 也需要助理了 那何况你做这么大型的 绝对是需要很好的很好的助理 然后然后大家来配合 所以后来我就在那边就跟几个老师 他们就我们就变成了一个group 然后大家在那个轮流的时候 轮流拿这个种的流离的时候 都是轮流 都是轮流 因为还要靠一点分工合作 一定要一定要 因为我们 不然我一直在怀疑他是怎么做出来 不可能 你看像我们在 好像在练功 对对对 像我们在那边塑形的时候 一定要这边要 这边要有人 护到后面的这个 这个吹杆的尾巴 然后前面要有人 删那个凉风 不然你知道 因为在做琐璃 在做塑形的时候 这个火焰的地方 其实离我们心脏是最近的 所以其实它很 因为它高温嘛 塑形怎么做 比如说你帮你妈做的 那个筋的兔子 你解释一下 因为我们不太懂 比如说那个耳朵突然要变长 因为我做好意 但你们那个不能用手去摸它呀 对啊 那到底是怎么做的 一定要用夹子 用挡板等等 然后说到这个兔子 这是我第一次跟意大利老师 有一点争执 就是说因为我想象的这个 我想要做的这只兔子 我妈妈个头很小 才大概150几公分 可是我妈妈很聪明啊 所以我就在想 兔子要做一只小的身体 然后但是有两个大耳朵 因为我妈妈很聪明 所以我要做两个大耳朵 就意大利老师就讲说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在平衡点上面来讲 就是有问题的 它绝对是有问题的 那我就讲说不行 我说我一定要试做 所以这只兔子 其实试了很多很多很多次 才成功 就我的意大利老师讲说 Debbie啊 我英文名字叫Debbie 她说Debbie啊 她说实在是 你实在太执着了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们绝对不可能 把它成功的 让它成功成为一个兔子 那你失败过几次呢 最起码十几次 因为你看你说耳朵 而且耳朵不是只有一只 它有两只 两只 搞好一只可能一只又坏了 对 可是我告诉你 还好它是两只 如果它是一只的话 平衡点更难抓 你说的也对 对真的 那好所以这次的展览 那你会展出什么呢 所以是你的意大利派的作品 而不是日本派的 对对对 这次我其实我比较 趋向于比较古典一点 因为疫情的这两年嘛 也不能够出去哪边 所以常常有去接触一些故宫 到故宫去参观啊 去看啊等等 所以其实可能在我的mind里面 就有一些中国的元素在里面 所以我的朋友这次看到我的作品 讲说哇 他说这好像文物耶 我说你们搞错文物 就是比较有一点中国 他应该是有一点古风嘛 否则的话 事实上中国的琉璃啊 在乾隆皇帝喜欢的那些 很多还是都是国外进口的 进口的 对 其实在那个时候 我为什么叫做古宴 琉璃啊 就是因为在西汉的时候 就是蛮难写的 就是流金岁月 那个流金两个字合起来 对 那在其实在西汉那个时候 他们就有一种古法 就叫做琉璃跟琉璃 上去到他们的同气啦 这些上面去 或者是陶役上面 那所以那 因为在我的作品里面 我幸福好时光 好我们在谈那个 古宴琉璃 那个流是汉朝时候的 一种制作的手法 对 他们就在一些 铜器啦 陶器啦 等等上面去做 这个溜金或者是溜银 所以在我自己的作品 因为我本身来讲 我很喜欢金跟银的感觉 所以我就在我作品的时候 我就会一直会用到 金箔跟银箔 然后把这个元素 加到我的作品里面去 所以我才会去取名字 叫做古宴 古时候嘛 然后焰就是火焰 然后琉璃 那其实 其实这也是在作品上面 其实是蛮商本的一个 一个做法啦 常常有很多朋友建议 很多黄金都烧进去了 对对对 而且还一定要用 要用这个日本金泽那边的 那种上百年的那种金箔跟银箔 你知道吗 来来做 那这一烧就烧进去 一不小心它就不见了 其实这个我带给理解 就是以前我做陶艺也很喜欢 撒个金啊什么 我那个一撒 我动不动 几万块就不见了 对对对对 而且人家还觉得那是原料 没错没错 的确它也是原料 原料是真金啊 对对对 真的是这样子 可是真的 我觉得加了金跟银的元素进去是 是是是是是那个味道是个OK的 是好的 因为意大利人其实他们在很多的一些 不管是木头啦或者是画作啦 还有他们的镜子里面 其实都会放这些元素进去 所以我觉得是很棒的 那你后来又跑到这个台义大念戏剧系的硕士嘛 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妈妈过世之后 对 然后你就开始做这件事 对 可是你在这个戏剧圈呢 我应该说你是叫若即若离的过了很久的时间 也没有什么全新的在投入嘛 那么为什么还要去念戏剧硕士 OK应该这样讲吧 我不是科班出身的 所以当我 其实我离演艺圈已经 你是靠太美丽而进入演艺圈的啦 就当年就糊里糊涂就进了演艺圈了 也就糊里糊涂去演戏 事实上演艺圈红的也没有几个是科班的 对不对 早些年根本没科班 真的没有科班 对 然后从我 因为我离开我的婚姻23年嘛 所以23年结束了之后 我也就是离开了演艺界也23年了 可是回头一看 演艺界怎么后来启用了很多科班的 因为后来才有科班 对对对 我就一直在怀疑一个问题 科班跟不科班 到底哪个是为什么 他们的演技方面 还有他们的演出方式 还有他们的整个的这个概念方面 有什么不一样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那时候我就跟李导演 谈到这个问题 李导演讲说 没问题啊 你去学校里面找啊 就知道了呀 对你去找答案啊 对 我说哇那要去考试 哎呀你去考嘛 考一定可以考得到的啦 反正就经过了考试啊等等就进了这个国立艺术大学 你是念在职班还是跟那些二十几岁的一起 跟二十几岁的在一起念 但如我快疯了 其实我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我现在在念历史博士 我同学只有二十几岁 然后每次他们要办什么活动 申请奖学金 不管成绩多好 他们一打开里面就是说 限35岁以下的博士 就充满了年龄歧视 没有办法 我跟你讲 你只能说自己是假装说 哼我不吸汗 没有 我只有跟他们讲说 处处被限制 对然后没有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 我说您知道吗 如果我早生的话 我都可以生出你们来了 那当然 你知道吗 可是这句话不能讲 后来那不长眼的同学就说 诶阿姨呀阿姨呀 什么阿姨 我是同学 我跟你说不是阿姨 我想说 你妈怎么教你的 我还敢这样骂人 真的 没礼貌 真的跟二十几岁人在一起 很痛苦你知道吗 他们又快 电脑又快 什么都快你知道吗 我简直是跟不上 所以那三年对我来讲 你中间因为你所有的东西 不需要用到这一套的 什么window处理系统 对 所以什么都要学嘛 然后开始学做就是PPT 开始要学做 天哪他们多快速啊 然后上一个课 马上就可以打出来 他们 有些可以起课 幸福好时光 跟那些 这个二十几岁的读书 其实挺有趣的 有时候忘记的时候 也觉得自己也在那个年纪 有的时候会觉得 我好像跟他们一样年轻 那你的毕业的时候是做什么论文 我就做了一个就是养成啊 就是一个戏剧系的一个演员的养成啊 他到底有什么不同 这就是我的论文的这个题目 所以我当时我就访问了 我想看我都有点忘了 我访问了大概有六个导演 你比较容易找到导演 别人要访还很难 对对六位导演 但是我找了大概有十位的演员 演员就有不同的 就是有的是科班出来的 有的是不同科班出来的 十位演员同时做访问 做试调等等 然后就把这篇 我整整大概写了一年半 这属于定性研究了 但你比别人容易找到那种访问的材料 材料跟对象 所以各有各的好处 老有老的好处 我最近一直发现这一点 好来谈谈你的 总共有多少作品要在 阿树国际旅馆展出 这是在 就是外面看起来很可爱 都是看起来就是树的一个旅馆 巴德路三段的 对 3月8号到3月17号 快了 对 一共在那边展出十天嘛 那我这次大概 大大小小的作品算下来 大概有五十几件吧 然后不包含了一些 我的配件的部分 这剩起来做了很久 对不对 对 从你开始去学穆拉诺那里 这个应该是讲 这一次展览的作品 应该是我这三年吧 这三年陆陆陆陆续做出来的 对 所以就欢迎大家去看 对不对 希望大家来看 而且这不需要门票吧 不需要 完全不需要 而且我们那边还有咖啡可以招待 他非跟茶 大家去找周丹威啊 还给我做一些建议啦 指导啦等等 而且他的流离里面都有黄金 你其实有没有觉得 你事实上是个乖乖派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在你的 比如说把女儿的责任尽了 独生女嘛 然后才能够去真正的去做你自己要做的事情 而且踏出去的时候还是有一点胆怯 对没错 其实对啦 你说我乖乖派也是啦 我一直觉得你是乖乖派 是吗 我是有点老老旧的概念跟观念就是了 因为比如说你来讲 人家讲说家有长者不远行嘛 所以母亲 因为我的父亲很早20年前就过世了 那剩下我母亲以后 尤其我婚姻结束以后 就是跟我妈妈两个人相依为命 所以妈妈在的时候 我是绝对不出远门的 然后如果去一些比较近的地方 比如说中国大陆啦 然后东南亚啦 等大家出去散散心神 我都是带着她的 然后一直到她生病以后 没有办法出国了以后 所以我那时候才觉得说 让她享受完她最后的一个人生 完了之后我才觉得 我这个担子 我的责任也放下来了 然后才能够去做远一点的 去远一点的地方 因为一出去 你最起码像我去那边 每一次最起码是一个月 或者是二十几天的时间 如果妈妈在家的话 我怎么会放心一下 也做不下去嘛 也学不下去 所以就等她去天国之后 我再做这些事 在你人生做的很多的 转弯的决策之中 你妈妈到底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很重要的位置 应该讲说 连我的婚姻在内 我的母亲都占了 最起码是70%以上的 一个位置在那边 就是说要嫁给谁 妈妈也有决定权 然后要离开 也是妈妈说你走 是不是 结婚的时候是她催我要结婚 她说你已经36岁了 马上叫37岁 你还不赶快结婚吗 这个女人一辈子 就是结婚为重 她也是一个很老派的人 所以她说你要赶快结婚 好就赶快结婚 结完婚以后 当然她没有说叫我赶快离开 她只是说能够过生活 过下去的话是最好 但是如果你真的不开心 你的婚姻真的会带给你很大的 造成你很大的心灵上面的一些创伤 或者是什么的话 我妈妈当然也就主张 然后其实她以前就讲过说 她说女人最好是不要离婚 离婚不是件好事 可是当我跟她讲说 妈妈我真的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妈妈想说 也就改变了她的观念 想说你的人生是你自己要的 是你自己的 你怎么样的开心 怎么样的舒服 那你就去做好了 她其实看在眼里了 对她而言你最重要 没错 她自己也衡量过千百遍 对 所以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智慧的母亲 她很多事情会帮我做抉择 但是会帮我做抉择 但是她不帮我做决定 那个年代就不容易 不容易 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我妈妈非常非常有智慧 如果不是她的话 我现在也不知道身在何处了 你有一种独生女的老实 应该说是胆小 对 胆小 你知道吗 从小就胆小 我其实有在想 比如说我们这很晚才生孩子 然后等我们 你想想看她二十五十 我就七十 万一呢 我现在尽量不要让自己 要躺床上让她照顾 我尽量维持健康的 对对对对 万一怎样的话 我还是会跟她说 你就去吧 那个月的穆拉诺 你就去吧 不要被我牵绊 其实以后大家 因为现在很多都是独生子女 这种状况一定面临很多 我始终觉得我们应该把自己顾好 不要让下一代的人 把他们的大好青春花在照顾老人身上 没错没错 不要依赖政府照顾 因为我跟你讲 那是一个梦 梦 那是一个梦 没错 那是一个梦 是一个永远没办法圆的梦 对 等你真正生病了 你就会知道说 哇 这人cover的东西实在是很少 很少很少 对对对 我妈妈在生病的时候 也曾经跟我讲过说 你就不要再管我了 你看就这种心态 你就不要再管我了 你不要再伤脑筋 要带我去看这个医生 看那个医生 不要 他说人生的生老病死是个自然的 你不要这么样的操心在我的身上 做母亲的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我就想说 妈你不要讲那么多 你也不要去顾虑这么多 反正我告诉你 我就是在你身边 然后我说你千万不要走 你不要给我走 妈说你在开什么玩笑 我能够陪你一辈子吗 对不对 将来还是要靠你自己 是 还好你在这个流离的过程中 还有读书的过程之中 就是找到你自己的快乐 对找到一些快乐跟平静 人生永远没有回头路 也没有因为这样 所以那样 也没有千金难买 早知道 反正就是往前走 对没错 真的就是往前看往前走 其实我就是知道 你是一个很乖的人 因为你连结婚 哎呀也想好好做好媳妇 也想好好生个孩子 然后又不怕困难 可是你又有一种任性 就是不管怎样 这件事我要把它达成 就很烦 其实这个任性带过我很多很多的不便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吧 因为太任性了 所以变成什么事情都一定要做到 一定要做 然后又金牛座 很麻烦你知道吗 金牛座很要求很讨厌的 所以其实如果当然没有任何的回头路 但是我后来就觉得说 人的决策一定是要该走该留 就是一定要果断 沙发一定要果决 否则你弄错自己的决策 中间所有细节你做对的全部没有用 没错 没错 这个今天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 但如真的 大家都听到了 3月8号 周单位展览 大树 啊 我们下来一课